雪剑住在所它位于北坑溪古道 北坑溪古道是避建于1922年 是从二本松到关雾 全长大概33.1公里 它的海拔高度大概都在 1300到2200之间 很舒适 对一个蛮舒适的古道 那这条北坑溪古道上 自治时期建了12座的住在所 那雪剑是其中的一座 今日行程 雪剑游客中心起登 至司马县领导25.25K处右下 接废弃领导 再接抖下干溪沟 多次接上废弃领导 最后进入人线路 即抵达雪剑住在所 安全提醒 留意路条 务必搭配轨迹图使用 请勿摸黑前行 大家早安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哪里呢 这边 雪霸国家公园的雪剑游客中心 对 那这边呢 后面有一些卖 有卖一些食物 那再来这边有洗手间 有热开水 那今天呢 我们要去拜访 北坑溪古道的雪剑住在所 那会从这里起登 这里是司马县领导的23.7K 对那这边海拔是1880公尺 对目前气温23度 很舒服的温度 对那我们就准备要从这里出发 经过那个前面的一个铁栅栏 出发 go go 走 加油 游客中心有洗手间 有冷热水饮水机 还有一台很贴心 热水机 现在时间9点25分 进来的司马县领导 好美啊 漂亮漂亮 又很平啊 过第二个雪扎门 北坑溪古道呢 是属于雪霸国家公园 未在雪霸国家公园的西北区 那今天就会深入的去拜访 具有人文历史的雪剑住在所 现在时间9点37分 抵达24.5K的位置 这边 陈迷鸟叫声不绝于耳 这里有个流动餐水 对 9点40分 抵达24.7K观景台 可以看得很清楚 圣人县 圣人县上的大坝天山小坝天山 雪山北峰 9点51分 抵达司马县0到25.25K的位置 这边海拔是1950公尺 那没有明显的路条 我们会从这边下窃 雪剑山以及雪剑住在所 美惠定位中 这棵树上有写雪剑山 鹿陡峡 雾摸黑喔 好的 这里 准备开始抖下路径 现在时间9点51分 司马县0到25.25K取幼 路径走上方有一个路条 然后开始抖下的路径 都是落叶跟树跟路 有一条小溪拉绳 好 留意喔 10点下切到废弃的井被道 美惠抖下中 再看一下另一侧的废弃井被道 离开废弃井被道 继续下切入井 第二条细拉绳 沿途有路条 但还是要建议下载轨迹图 目前是在走一个干沟溪的感觉 一路就是沉迷鸟叫声 伴随着我俩 今天天气不错 蛮舒适的 干溪沟持续往下 岩石都长满了青苔 不好下 没错 就是 石头 树根 落叶 迷骨 该有的都有了 一路就是顺着干溪沟往下 好硬哦 结果下坡下得满身汗 好硬哦 不是上坡是下坡 对啊 在这舒适的天气居然是下坡满身汗 对啊 哇 这片大岩壁蛮漂亮的 对啊 好壮观 留意这根岛墓即将结束干溪沟取左上废弃铃道 现在时间10点31分离开干溪沟上切废弃铃道 离开刚刚满拍的地方干溪沟 要改为左上切 对 这边有很多路条 然后往前看很像是林道 可能就是北坑溪古道的那个背弃的 那我们现在往前走 离开干溪沟 刚刚左上切来之后 的路径好躲多了 沿途都有路条 这看起来像林道 有像有像 很像 巨石区 续行 美丽的路径 前面看起来越来越快 要进入一小段的芒草区 要进入一小段的芒草区 继续第二段小芒草区 偶有芒草区 但是没有太阻碍入境 前面有看到路条吗 好 好 岩石区 但距离不长 这是刚刚我们过来的路径 这边应该之前有岩石崩塌 这是摊坊的痕迹 我们续行 10点45分 展望处 又可以看到右侧 层层的山软 美丽的白云 美丽的白云 附着在山软顶端 今天还不错 风势还蛮强的 在这炎炎夏日 好奇特的事情 现在时间10点56分 难得 在这像林道上 有看到第一个不清楚了 谁见两个字还看得到 其他都看不到 对 好 我们一直都还顺着很像林道在走 这一段就 比刚刚下甘溪沟 好走很多了 这是我们刚刚来的路径 这一块腹地非常的大 往至上移替来 这边叫做瓶子银替 瓶子在这边 腹地非常的大 现在时间11点 玻璃瓶营地 离开瓶子营地 持续走在废弃林道上 现在时间11点05分 这个位置前面的林道 地上有树枝 地上有树枝 挡起来在这 路径上 提醒山游不要过 循 循着路条 右下 往雪茧 驻在所 雪茧山 现在时间11点05分 现在时间11点05分 平道执行有树枝挡路 取用 下切下来 都是舒适的落叶泥土路径 下切下来都是舒适的落叶泥土路径 下坡落叶泥土路径 有一条小的细拉绳 还蛮新的 11点25分 我们从山坡上下来 再接回林道 续行废弃林道 从这边到雪茧山 海拔大概再下降100 所以应该不会很陡了 希望一样是这样子舒适的废弃林道 对 目前是一小段的人线路径 从林道过来 沿途的林象都蛮优美的 以为 人线路只有一小段 结果走了十几分钟 还是持续在人线路径上 还是持续在人线路径上 发现走这么长的人线路径 沿途都超美的 你看这个树 对啊 超乎我们的想象 嗯 进去人线路哦 哦 这段的生意也蛮美的 对 在阳光加持下 漂亮 美丽的魔幻人线路径 美丽的魔幻人线路径 好奇特的树 哇 交错在一起 耶开西 耶 看到这两片有没有 看到左右两侧的夯土墙 代表什么 雪剑山到了 对了 现在右前方 这是日治时期的夯土墙 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是 雪建筑寨所的第三层 也是这上层 夯土墙 以及下面的酒坪 耶 雪建筑 排八 一四四 诶 一四四八 对 三治森林三角点 耶 在下面 摸一下几点咯 哦 那是金钥子 嗯 怎么有个像台湾的石头 这里哦 哦 有点像 一点一点 不会是我想太多了吧 目前我们的所在位置是 夯土墙的雪剑山 哇 有人在认真研读耶 第一次跟美惠爬山 美惠你要带书来哦 对 你看 今天为了来雪剑 宿在所 我们上绝大国家公园去买了这本书 那这本书呢 就是介绍了北坑溪古道相关的 然后呢 现在我们所在这个雪剑山呢 是第三层 住在所第三层 那住在所第三层就是有宿舍 那有住在所 那住在所 那住在所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然后再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交易所 他们的物品都是当初都在这一层交易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当初的配置的图形 这个我们现在在第三层是这两个 哦 第三个区域 对第三层区域是这样子 好 以前的住在所是长这样的 没错 了解 那我们现在就往第二层走 往下走 ok go go 走第二层 持续认真 对啊 我说今天是文化历史之旅 哇 难得热和顽童的知性之旅咯 离开雪剑山基点 细行往下 一下来就可以看得到 这三层的岩石堆叠而成 就像刚刚照片看到 在这三层上方 就是当初的雪剑住在所 当然 目前已经 都看不到了 只能缘怀过去的历史痕迹 再看一次三层博坎上 当初的住在所 原貌 美惠现在要上去寻宝咯 来看一下 上面就是一个平台啊 就是当初的雪剑住在所啊 对 目前应该都只剩 杂草了吧 对 都打倒了 水剑住在所 是负责管理原住民为主 是属于教育跟经济的中心 这酒瓶有什么不同吗 这个写 台湾专卖局卖的 是啊 可能是山友把水装满吧 啊雨水啦 雨水 有发现什么吗 现在我们所带的这个在三层博坎的下面 哦雪剑住在所遗址 就是运动场 哦 还蛮大的 真的蛮大的 而且钉很平 果然是一个非常大的运动场 我们往下看一下 下方也是一条路径 回头看 确实 这个运动场就是第一层的位置 最下一层 我们再回到运动场 今天花了两个半小时 抵达雪剑住在所遗址 我们在这边再稍作休息 这边煮午餐 现在时间11点50分 雪剑住在所 现在时间12点40分 我们在这边休息了40分钟 现在要离开雪剑住在所 那沿途就是上坡上坡上坡 要爬升海拔500耶 对 走了 总是要还的 不错 再看一眼 雪剑住在所遗址 人线上 你看好大的咕咕 哦 好可爱哦 好大哦 继续前进 一点 离开人线路径 回到宽广的废弃林道上 有绳子真好 对 感谢这些热心的山友 啊 啊 啊 现在1点25分 持续抖升的我俩 在此喘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 然后 加持森林变美了 是啊 这个地方晒得到太阳 补中盖子 再出发 1点37分 结束第一段的长济驴抖升 现在接回林道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左转林道续行 对 看一下林道 就是早上说的 路上 有树枝 挡起来做记号 不要通行 回到林道 现在时间1点40分 我们已经走了一个小时 回到 玻璃瓶一臂 玻璃瓶一臂 今天的天气非常的舒适 可以听得到清脆的残云声 美惠定位中 这一段有点像 就水山线那个 铁道 废弃的铁道 蛮像的 蛮像的 1点51分 发现我们来时错过的水泥柱 编号082 是啊 对 早上来匆匆走过 对啊 没有留意到 082 082水泥柱终于找到你了 离开刚刚082水泥柱 往前大概30公尺 会有另外一个 没有编号的水泥柱 那刚好这里也是一个展望点 水泥柱在路径正中央 这里是一个展望点 下面有美丽的溪流 1点58分 回到小崩壁 这边要快速通过 好啊 好了 2点12分 结束废弃林道 废弃林道 终点 目前要接 亂石 甘西沟往上 早上下来的路线 这一段是抖身啊 一路的抖身 OK 家族玛丽 这一段就是在甘西沟上走 美丽的抹茶乱石区 哇 好美哦 这个甘西沟一直往上 好的 好美的路径哦 回路这一段甘西沟 漂亮耶 好美哦 嗯 持续奋战中 超漂亮的 好美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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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啦 真的 下来的时候还是觉得 没错哦 哇 现在回程发现 那里超妙的 无敌美的啦 真的 2点40分 回到第一段 拉绳 2点42分 爬升 回到 废弃警備道 对 这一段上去 就到 司马县林道了 开心 对啊 很陡啊 对 前面在斗上 回来了 哎呦哎呦哎呦 很滑耶 美慧恭喜你 耶 回到人间 真的 现在2.50了 是啊 回到司马县林道 25.2K 这里 有 25.25K 有点耶 真的是 辛苦你了 耶 任何丸头 完成 下千 海拔五百 到 雪尖处在所 厉害厉害 你自己一个掌声鼓励 耶 开心 哦 好了 现在走了 有好走的路线呢 舒适 舒适 开心 哦 还有力气吗 有啊 那要跑起来吗 不要 耶 开心 我们已经回到 雪剑游客中心了 铁栅门这里了 那今天利用了5小时50分 走了 11.2K左右 那海拔上升大概780 那下到雪剑主站所 好厉害哦 还摸了雪剑山的基点 对 没错没错 非常怀念值得 有历史意义的雪剑住在所 今天是文化历史之别 对 而且还特别买了书来考察哦 对 那 下切的路段 其实有很多路段都满滑的 那一定要小心的行走 发现反而回程的上坡路走起来比较顺 对啊 满足处 明天还有北坑住在所 对 以及北坑山 嗯没错 对 那感谢老天爷 感谢山神给这么好的天气 今天天气很好 我们完成了今天的行程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以及分享哦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个三头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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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